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回来Arts & Facts 我是Helena,Deva Channel的编辑 我是Bosco,Art Letta的创办人 上一集Bosco就和大家分享了关于言论自由 究竟艺术创作和策展的言论自由是否无穷无尽 以及应该用什么准则去收藏你认为有灰色地带的作品 其实都几句话题性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们的影片 今集Bosco又准备和我们分享些什么 内容是否热烈 话说去年5月份,有一位收藏家Nifty Gateway 即是其中一个非常出名以拍卖NFT为主的平台 一位收藏家想以最高价格镜头必步的一幅NFT 最终被另外一位收藏家 其实是以太币的Cofounder 以120万美金抢了 我们都知道拍卖通常价高者得 怎料Platform同样都要求当事人 即收藏家 买不到那个收藏家 就要为他的拍卖付款 原因是Bibo很体贴地 帮多位镜头的收藏家 主造了内容一样 但排名不一样的NFT 即是我们经常说版话里面 听到的Addition 希望大家就欢喜 但那位收藏家就不欢喜 更加不愿意付款 因为他想要的是独一无二的作品 而不是排名独一无二的作品 最终他的户口就因为没有付钱 而被冻结 包括连一百多件有价值连成的NFT 都被冻结 那这样可以吗? 即是他明明竞拍的是某一个NFT 为何可以转过头 譬如说他拍不到 但都要求付钱去买另一张 那这样算不算他要硬吃? 以及可以怎样处理? 好问题 关于硬不硬吃 我稍后就解答你 但现在的收藏家 就分别向美国和英国的法院提出这个诉讼 因为Pathom的注册地点 令到他都不知应该和哪个法院提出请求 NFT gateway 最近都官司连连 始终科技和法律的空隙越来越大 最近英国就为这件事件开了庭 率先决定究竟英国的法院 有没有这件事情的审判权 就好像在香港那样 你不可以将美国发生的事 英国发生的事 或者日本发生的事 什么都拿来香港法院审理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合约 在最后也有一条条款就注明 这个合约如果有争议的话 是哪一个司法管车去作出裁决 我觉得你这里都point out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 现今世代有机会都经常遇到 就是我们在网络交易的时候 万一真的需要 譬如说透过这个法律途径去打官司处理 应该去哪里打 除了NFT在网上发生 其实拍卖行也有网上竞拍 那又有没有这个问题出现呢? 好问题 那我在这里先打个叉 很多时候我们拍卖镜头 都能够在网上随便举牌拍卖 你可以安坐在香港 投英国的心仪艺术品 这里牵涉了两个地区的司法管车 即是香港和英国 你要留意到底这个拍卖 最终合约产生的地点是在哪里 因为不同的地点 司法管车区都有不同的法律保障 或者问题 不过依据的逻辑 就是接受你提出邀约 即我们常常合约里面所说的 offer的拍卖行的长次 如果是海外的话 相信都会依据拍卖所在地 作为合约的根据点 谈论论 其实里面有差不多五万字 我就不在此逐点逐点说 但内容就是 被冻结了一百多个NFT的收藏家 希望依据英国的法律上 说到合约上不公平的条款 令到合约是不执行的 但NFT Gateway就说 拍卖由此至终 我都开宗明已说明 是卖版数的 不过那个条款 就比较隐蔽不易见到 我们常常见到 按来按去 不过英国法院判决 对他们的案件 就认为是没有司法管核权 即是说这件案件 是不会英国上演 要排期在美国审讯 按照你这么说 其实它是有标道明 它是拍卖版数的 床家没有看清楚 一直以为是拍卖NFT 我想这是一个争拗点 英国法院就说它没有权审理 有没有说理由是什么 理由很简单 始终合约产生的地方 是在美国而不是在英国 最终结果 当然我们暂时就没办法知道 不过在这一刻 我很希望可以透过这件事 和大家分析清楚 到底 当你镜头一件作品的时候 司法管核区 对你未来 如果有任何诉讼的时候的影响 到这里 可能你会问 如果一个拍卖行 将这些重要的条款 写入禁蔽 又要禁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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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可以成为 法庭眼中所谓的 unfair contract terms 消费者委员会在2012年发表的一份报告里 就说明了 法庭只会 着眼双方交易过程中 产生不公平的整体情况和行为 而不是单单看条款的意思和影响 所以这个案 其实都在2003年的一宗判决里面 都有显示清楚出来 亦都可以参考香港法例第458章 不合情理条约 第六条里面 都举了五样的法庭 是会作为参考的 总之 我很希望 当你未来在网上购物的时候 无论是拍卖好 又或者是卖其他种类的物件都好 都必须要清楚你的合约 是在哪个司法管核区里面 否则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有机会令你成为弱者 得不常失 你今集的内容 可以说是非常值得留意 因为就算不是NFT 其实生活中 都很难避免不碰这个合同 条款写得这么小 一个不留心 其实就很容易忽略 到时再追讨就很麻烦 多谢Bosco你今集的分享 今集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次见 或许上etnet.com.hk看吧